决定本场四组选手排名的最后一轮 马上开始 国宝填字题 选手根据题目所提供的15条线索 分别相对应的答案 填入方框中 每个答案的字数和位置都有明确的规定 而选手也可以利用答案重叠共用字的逻辑 找到并突破解题关键点 每题答对加10分 答错不扣分 本轮答题小组全员参加 限时5分钟 计时开始 别着急 鬼谷子下山图 对 是吧 是 鬼谷子下山棍还是鬼谷子下山图 鬼谷子下山图 这个还真蒙上 看别的 你赶紧看别的 怎么会是这个呢 我检查你们管心的 对我什么还 骆驼啊 骆驼啊 赛月 赛月涌还是纪月涌 赛月涌 没问题 不对 圆先圆 好 圆从头 对 鸵牛 鸵牛对 鸵牛什么 鸵什么 鸵意 云南那个圆形的屋子叫什么 南月盲物有一种 梦一个梦一个 哎呀 孩子有难度 好 就这样 不是不是 14 14 像生词 像 像 像在哪 像 给我 给我14块的 你给我14 求你了 记心 记心 可以 可以 什么 确认吧 确认 确认 第一个是圆青花 鬼谷下山图冠 第二个 青瓷莲花尊 第三个是 自我们大陕西的文物 国际紫台盘 国国富人游春图 唐三彩骆驼载月涌 元宵行乐图 我们最后打出来的一题是 14题像生词 第三轮过后 他们的得分是 七道题目 全都回答正确 看到李海洋那一组 比我们组的分高了挺多的 有一点点的小焦虑 接下来是无空队 无空队是答了多少道题 我们一共答了15道题 预测自己对了13道 无空队两轮过后的分数是 10分 那么第三轮是 祝好你们答对12道 厉害 这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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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我和我的队友们 发挥的已经不错了 但是没有想到 我们的对手竟然如此强劲 好 这是无空队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芦苇同队 在填字题过后 他们的得分是 祝贺你们答对12道 我的天 太惊讶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能拿这么高的一个成绩 确实我们是努力达了很多 但是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 居然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准确程度 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对不对 真的不敢相信 他们三个人的水平 其实我是心知肚明的 确实没有想到 能够配合得那么默契 一下子追平了第一名 这个太让人觉得惊喜和意外了 我们来看一下陈鹏队 陈鹏队通过努力地赶超 两轮过后的积分是 0分 是很不错的 因为最开始是负20分 负20分 但是通过第三轮 最后一轮的填字提过后 我就不错的 他们的分数 你猜一下你们答对了几刀 80 祝贺你们拿下90分 好棒 请看正确答案 原青花 鬼谷子下山图冠 青瓷莲花尊 国祭子白盘 人旗图 国国夫人游春图 吃游环 唐三彩骆驼在月涌 圆销行乐图 铁钮铜印 一颗印 龙凤文重还玉佩 鸡关湖 玉湖冰琴 相声词 鸡心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Mb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